高新科技学术 光电人才摇篮 中国独立学院四十强 唐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欢迎您 中国独立学院四十强 快速的击打的组合 咏春拳拳法 讲求攻守合一 消打同时 也就是在防守的同时 便进行反击 拉手就是同一时间 快速击打的攻防练习 伸转马 我做一个防守 副手 然后圆的视觉前臂 竖下去 拿对方的手 拿中了 现在中点中线 那么把手放在中间 直接往对方的中线 中的部分 打去 这过程就是 稍打同时 我拿手 这是一 发拳是二 当然是拳的不同方位 一个走远 一个走侧 但是要求就是一 二 就是同一时间 还有 拉手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拉手 是吧 对 把对方 两手 控制 控制在一起 你还有一手 需要攻击 再来一片 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必须要用护手 如果前手失了 要护手 做第二的防线 不要太用力 放松 如果不松的话 肌肉 绷紧的话 那么你 无论如何 不能快的 初恋的时候 慢慢来 慢挂了 熟了 要开始加快 拉手练习时 二人先从转马姿势开始 防守方 一手做防守 防住对方的双手 另一手做护手 沿自己的手臂 把进攻方的拳按下 防守转变为拳 沿中线向前攻击 重点训练 消打同时 攻守合一的拳 转发敏捏 护手 去 防守 对 很好 抓麻 把麻 把麻 抓好 手不压 手不压 轻放在这里 没什么重量 就是这样 千万不要往下 你要往下 不会对他 扣成一个极节的威胁的 好的 好的 去 好 不抓 不抓 快 对 现在你们就学的是腿法了 踢腿状态是一条腿在地上单腿的机舱 所以踢腿必须要快 那么保证比对方快的话 必须要从路线去想 地人在我前面 我准备踢 最好就是 这个脚从哪里 就从哪里直线 往对方的目标 踢出 必须要简单 直接 两个人 对地 其实 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如果你踢的是后腿 我踢的是前腿 大家一起踢 一样是我 先到 你的腿 伤在空中 那么你一切 往后的连锁动作 部署 全都没有了 前腿是难的 很困难的前腿 但是前腿 把你练好了 那么 我不相信你 不懂得起后腿 快 稳 狠 是永春拳踢法的 主要特点 快 是要用前腿 以直线攻击 稳 是要用腰马发力 力从地起 狠 是要用最有力度的脚跟 为攻击的接触点 永春拳有三种 主要的踢法 直踢 侧踢 和连踢 直踢 重心放在后腿 前腿在不提膝的前踢下 沿直线从地面踢出 以脚跟为接触点后 迅速原路收回 侧踢时 后腿微曲 承受体重 前腿拧腰送胯 迅速侧踢 双手在侧面保护 腿沿原路收回 连踢时 前腿先直线向前踢出 在不收回的情况下 拧腰送胯 再向侧面踢出 然后迅速收回 踢 好的 注意你的身 不能踢 拧踢前 往后摇 你看我 对 没这个动作的 车踢 这腰点跟正灯腿一样的 只不过在方位上不同 连踢 好 很好 追它 你不是自己踢 它走 你再追 转发 刚才就是永春全部人状法的第四节 在第三节里面 开始有烧打同时的练习 在第四节里面 也就是有 有一个伐走 跟抬手 当我的手在下面的时候 有一手来攻 可以这样烧打同时 通常呢 侧面来的攻击 这个烧打同时 保障自己 那边不能够受急 还有 第四节 有腿 这腿连手法一起动 这个动作是先一个探手 一个绑手 做个圆形的滚动 把对方来的穿心腿 堵过一边 立即用去烧打同时 你去供对方的下坟 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 李恒昌老师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继继续收看 欢迎继续收看 打好了基本功的基础 学员们终于有了在实战中一世伸手的机会 今天的实战训练 李恒昌老师限定学员们只能使用永春拳的手法技术 武术国际创始人之一的王林教授也来亲自担任裁判 首先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武术国际的竞赛规则 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可以不戴头盔和拳套 但要身穿特制的护具 护具中间的红色区域是有效得分区 比赛中运用各种拳法 掌法 回法 清晰机动有效的分区得一分 使用摔法将对方摔倒 本人保持站立姿势得一分 连续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技法 有效机动得分区可以得三分 比赛一局定胜负 比赛时间三分钟 先得十八分的一方获胜 如果在比赛结束时 得分未满十八分 则比分领先者获胜 好 那么到里面比赛了 准备 开战 一分 一分 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的走 对它的中线维护 做得很好 你往前的急前攻击 就是从这个旁边 走开了 所以大家抽手量身的时候 多点容易走 只能靠中 多连续 拍手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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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接往前 直打的动作 是很容易整整我的 但是如果两个人 都是直接往前的 很容易构整乱打 乱打也不成问题 你们有熟利的技术 乱 也可以把它变成不乱 这个怪事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优势 但是你们 这个技术还没有成熟 经过友谊 学到一个重点 就是极限的攻击 在技术里面 就是练我们这个快速反应 外门的 可以整手 可以扶手 在内门的 可以绑 可以摊 也可以发唇 对不对 反应不够 一分 一分 刚才你们所做的动作 就是一下 动作之间没连贯 我举个力 你攻不成 我可以脱手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 拍手可以吧 拍手可以 那么他做什么动作 左挡 来 攀手可以吧 在这个拍手 摁打 摁打 也可以把 这个按打 也可以 这个比赛 是希望 大家 通过比赛 可以把一些练习法 变成使用法 但是必须要你们 多练 你们才能够 把它练习的 过程 成为精华 成为自己的反应 成为自己的技术 变成为自己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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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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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中线同一点,追踪,我推马不是我自己走的,是你给我动力的,去吧。 永春泉重视对中线的进攻及防护,追踪手中就是针对中线连击和中线防守的集中训练。 当对手向自己进行连环的进攻,只要是自己的手置于中线的位置,一摊一枕两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用来做中线的防护。 先决定谁是追,谁是手,好了,好了,先打前手,去吧,用这个探手,推马,对,用它给你的力量,再去吧,对,好,再去,探手,要零是手指,大概是指向对方的尖,不要太过分, 不要往外,好,推马的地方,好,去吧,再去,对,对,对,推的是指指形的推法,永远走,走,推马是往后的45度的方向,好的,去,很好,很好, 对,永远最终望着同一个目标地,发扯用一点,对,挤着对方的尖,尖,对,很好, 追踪手中练习时,进攻方冲拳加上进马,向防守方的中线要害做连环攻击,防守方做单手防护,用枕和摊这两个简单动作,配合退马,化解进攻方的连击,以最简单的方式,应付最密集的进攻。 请,掌,掌,对,掌,对,掌,对,指望对方的大概是尖的位置。 行,关键是走,走,对,靠中,对,靠中,往前。 对,进马,进马,对,对,掌,对,很好,去。 接下来的实战训练,学员们将穿好护具,亲身体会威力强劲地寸进发拳。 因为手是身体的部分,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局部肯定少于整体。 如果我们用单手打的话,这个力量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配合一个整体的力量,身身指也可以造成一个攻击的很好的力量。 打击前,你必须要把马做好,先转马,你用腰马的力量。 你的手必须要跟腰配合,动点就是你走,把你的关键锁定。 你的走往前,推,拳,是结束点。 接触它的是什么地方啊?走,对不对? 好了,那么什么地方支持你的腰啊?是腰。 那什么地方支持你的腰?腿。 那么什么地方支持你的腿? 大地,没错,那么这样,每一个支持,成为一个一。 一个一,就给它承受。 我需要你的钱币,成为一条键,很快的速度,插进它身体里面。 一,二,三,对。 啊! 主动作词! 刚才就是用春泉的木人装法第六节 在第六节有一个手法 这是按手 这个装就是人家的腿 人家踢过来 必须要是带 万万不能立地顶住 挡着 因为手那么小 腿立 肯定是很重 必须要 如果真的要烧的话 必须要带 就是这个动作 还要配合转马 还有另外一个踢法 就是这个动作 要求是一点 两点 三点 同时到位 我师父家务的时候 他提醒我一句 就是他不用看 就能够知道 那个人练得好不好 他是听的 听什么 听两个动作 是不是同一个时间 如果 害怕 两个声音 他就失败了 如果两个动作 动作 同一个声音 他就是练得好了 下期节目 李恒昌老师将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继继续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进行这个对抗行为的时候 很多机会给人家拉拖 那么如果你拉我 这个手 首先要领重点 就是要看我的手 如果我的手 我的腕还没有脱离中线的话 你这个情况拉我 往前就可以了 如果我的手腕脱离中线的话 我很用肘 因为肘还没脱离中线 如果拉肘也脱了 脱离中线了 还有肩 肩还没脱离中线 肩 也不能是说靠 是撞 把对方整个人撞开 要点就是 你拉我 我进马必须要穿过你的腿 双腿 我的肩撞 才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威力 作为主干的一部分 进攻时肩部配合进马的冲力 也可以形成为极具威力的攻击 上马登尖 就是训练利用肩部进攻的有效方法 从拉手开始 一 二 三 第三 我的拉力 对 必须有个扶手 把握 我自己的胸 能拦住他的肩 那么你必须要给拉了 千万不要看你 用力的拉 一 二 三 你应该有一个护手 保护自己 对 你没做护手 所以有一点冲 好的 用一点 无所 两位 那 也好 好多了 好多了 我没用力的 全都是他自己的力量 放松自己 舍己从人 他要的给他吧 上马登尖 练习时 双方先从拉手开始 任何一方都可随机的突然将对方猛拉 在突发的反应练习中制造条件反射 被拉一方不与对手抗力 顺势而去 将对方猛拉自己的动力 转化成为自己向前的冲力 双方都要做护手 保持于胸前做保护 先拉一边 慢慢来 习惯了 可以加重 一 二 拉 护手 对 保护你的重 一 二 拉 很好 把把马蹲一下 好的 好的 一 二 好的 现在是拉 第三次拉 拉 护手 今天实战练习的内容是手法结合步法的训练 加上了步法的灵活运用 拳法的使用 更加得心应手 Member 背后 手 握住 更加得心应手 突然 ınd 张 мир 丹 丹 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